熬夜加班的我意外猝死 竟然重生成为了骑士王 三百年内我杀光了异世界所有的恶魔 并且还带着神明一起回归地球 重生到异世界之初 我猜想这是一个富贵的家庭 生物的美貌令我愈发肯定 而当我第一次观察这个世界时 却发现这个世界无比的广阔 也是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公爵之子 八岁的我为了成为圣骑士开始学习建树 不曾想之后的六年 我每天只有永无止境的训练 还要被教导如何成为合格的继承人 如果世间真的有神 我只希望他能让我解脱 十六岁那年为了得到女神的认可 我开始周游世界 并且不断积累民生和善行 圣骑士的职责便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并且将入侵的兽人赶出帝国的灵团 每一个兽人都将成为我的功德 因此我的剑上沾满兽人之喜 终于在二十岁那年 我竟然真的遇到了女神 我向她证明了自己的荣誉与信仰 而在她的驻足下我成为了圣骑士 在那之后我一直为了荣誉而战 杀死了不计其数的哥布林 铲除了无数祸乱一方的邪将 屠杀了七十万男女老少的半兽人 无尽的杀戮带给人民的却是希望 然而在我三十五岁时 骑士王却在战斗之中身亡 潜伏的恶魔们也在此时蠢蠢欲动 为了引领骑士们走出困境 女神将临并选择了我继承骑士王之位 而我还因此获得了神圣的宝藏诗心 戴上王冠之后 我成为了名副骑士的诗心王 八十岁的那段时间 帝国军队与半兽人爆发了三场大战 一个古怪的驼贝哥布林还成为了大魔王 而黑魔法学院还与邪教搅和在一起 虽然在我的带领下平息了战乱 但在九十六岁那年 鬼迷心窍的国王发动了黑魔法 不想死的他却献祭了自己 以及首都内三百万的子 召唤出了毁天灭地的混乱之王 我召集骑士们义无反顾地发起侦唐 在一百二十一岁时 世界已经濒临毁灭了 尽管我试图用尽神圣之力消灭所有邪恶 但我终究无法阻止这一切 为了保护幸存的人们 我建立起城墙守护这最后一方土地 而城墙外边则是一眼望不着边的恶魔 为了女神 为了圣骑士的荣誉 我号令所有军队发起冲锋 然而在恶魔强大的火力下 最后的净土也在火焰中融下 作为肉盾的俘虏成为了平临骑士 与圣骑士一同光荣地死去 只有我还在不知疲惫地战斗下去 我一个人猎杀恶魔到了最后 撕碎了无数恶魔领主与大魔王 一直战斗到256岁 我摧毁了最后一道恶魔之门 留在这个世界的恶魔们无处可靠 我们都被困在了这里 但他们面对的只有死亡 300岁时我解决了最后一头大魔王 而这里居然出现了一道传送母 以及一群借此进入而来的地球人 他们难以置信大魔王竟不是我的一招之敌 而我则介绍我是圣骑士 诗心王里昂 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中 骑士王终于要回归地球了 异世界的骑士王降临地球 而炮菜国竟把炮菜当博宴进行招待 这简直是七尺大人 而在我回归地球前 首都市中心突现一道大型传送门 虽然世界猎人协会要求 H国的大型公会前去探索 但面对未知的威胁 他们纷纷拒绝接受命令 最终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 H国猎人协会只能派出了赶死队 也正因如此 我才能与地球人相遇 而异世界此时除了一地的恶魔残骸 已经成为毫无生机的决定 所以我便跟着他们回到地球 眼前的女人名叫韩海 是H国猎人协会的副经理 男人名叫金振珠 是H国猎人协会的科长 而协会并不相信他们带回来的情报 毕竟那是有大魔王存在的非极恶魔之门 他们能够活着回来都已经是奇迹 更别说能够铲除大魔王了 而奇迹的出现正是因为我的存在 画面一转我正在配合协会调查 告知协会我是一世界中唯一的幸存者 能够在恶魔之门中 幸存下来的不知我意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 恶魔之门连接着地球和一个毁灭的世界 幸存者们会想方设法返回地球 与此同时他们带回了难以置信的力量 因此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满足幸存者的需求 并且制定计划观察他们 但无论怎么观察 他们已经无法评估我的实力了 因为就连S级猎人都难以匹敌的大魔王 也不是我的一箭之敌 优雅 永不过时 这就是高贵与实力并存的失心王 如今他们更担心因文化差异引起争端 上一秒韩海莉还信誓旦旦觉得我很好交流 下一秒却听到被冒犯的我突然怒哭一声 我紧凭声音的气浪便将玻璃窗破碎开 而这还是可以阻挡怪物攻击的玻璃 只见我怒不渴 试问到怎么敢变无骑士王里昂的名誉 面对我的训斥 光头南不断鞠躬道歉 在十五分钟之前 虽然我重生到异世界后 花费一个多世纪的世间成为了骑士王 并且猎杀了恶魔足足两百年 但我还依稀记得重生前在地球的日子 然而面对光头的询问 我却没有暴露自己原本地球人的身份 因为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好处 与其提起我曾因过度劳累英年早逝 不如就表明自己是存活了三百年的骑士王 所以我以高贵的姿态将光头称为平民 出乎意料的他很配合地称我为陛下 观察到他小心翼翼的姿态 我猜测出政府对幸存者的忌惮 在回答完光头的问题之后 我命令他马上给我准备饭菜 并且询问起我不在的三十年里地球发生了什么 三十年前无数魔物通过传送门降临到地球 经过数年的时间他们发现 每个传送门都有一个主题和一个明确的任务 而魔物们会从无人看管的传送门中冲出 这事饭菜也准备好 我对比得出地球的情况与异世界不一样 异世界的恶魔们只会疯狂地入侵 而地球则有传送门的保护 并且传送门还带有主题和任务 我不禁怀疑 这是众神为了训练人类设置的考验 而地球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试炼场 随后光头端来了一份饭菜 而这是一份牛肉汤饭以及一份泡菜 当初做苦力的我能够吃上一口都是享受 然而此时我却不能表现出喜爱 我努力地将嘴里的口水咽了下去 当听到光头称泡菜为平民的灵魂食物时 我的趁机爆发了 这是在侮辱我 竟然把泡菜当成国宴来招待我 我已经完全带入到一个异世界国王的角色之中 开导愚昧的平民是皇室的责任 尽管我回到了地球 但我依旧是高贵的骑士王 生人物尽的骑士王 却对年迈的老妇人动了情 只因他随手做出来的布娃了 竟成为了异世界的神 此前协会为了讨好我 不仅准备了顶级牛排招待我 还下令让韩海力满足我的一切要求 因为每一位幸存者都意味着一份强大的战略 这也导致了幸存者们被视为各国的国宝 所以猎人协会是不会错失眼前的机会 但我却没有加入猎人协会的效果 只因我作为骑士王 是不可能成为别国的士兵 而我更是要在地球上建立自己的骑士军团 韩海力文言带愣住了 在将我的答复上报给了协会之后 协会只是回复会给予静可能多的指示 虽然猎人协会管理着所有工具 但大部分的资源和权力却掌握在大庭工会中 这时突然想起紧急警发 粮食产地附近的一个地下城发生了魔力泄露 而那里是凤凰工会的S级猎人李永万 凭借他的实力不可能处理不了一个城级传送 此时我听到他们骂骂咧咧地赶了过去 似乎魔力泄露会影响到庄家的生长 这不禁令我怀疑 难道地球还没有神的存在 画面一转传送门前 眼前这人正是李永万 身后的人都是他的工会成员 看见金振珠和韩海力还出言挖补他 很明显他是故意没有清理地下城的 而这仅是因为协会曾拒绝了他无理的要求 那便是为他免掉高达一万亿美金的税 大型工会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 韩海力忍不住怒斥让他立即清理地下城 他却以工会成员重伤为由拖延时间 要知道这里的土地一旦被魔力完全带 那么从今往后就再也种植不了光灾 届时不知会有多少人因此受到牵连 然而李永万却表示无所谓 他只在乎金钱以及权利 别人的死活与他何干 这时我文言赶了过来 并且毫不掩饰我对他的厌恶 真是令我坐好 他一下子便怒气上海 哪来的矛头小子也敢出言不逊 手上立即爆发火焰想要教训 韩海力见状马上说出我的身份 他很意外其貌不扬的我竟是幸存者 下一秒就很是绅士地向我行 他甚至还想拉拢我加入功 我却不留情面地让他阻住嘴 随即让两人给我解释现在是什么情况 此时蔓延的魔力已经在感染土地 而解决的方法便是净化土地 以及尽快清理地下城 思考片刻后我让他召集人手过来 而我明天将亲自清理地下城 但在那之前还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得到这个国家国王的许可 身为光荣的骑士王必须尊重他国的法律 你有万被我的话惊到了 什么骑士王 中二病吗 而飞机上的总统马上给予了 之后我又跟韩海力提了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准备草编娃娃 第二个要求则是让生过孩子的女人来编制娃娃 这都是在为净化土地做的准备 因此一场制作娃娃的比赛拉开了序幕 然而当我看见手上的怪异娃娃时 却是生气地将其一把毁掉 甚至有人连太美娃娃都做得出来 在不知淘汰了多少人之后 一位已婚的老妇人终于做出我想要的娃娃 那看起来就是个精美的小女孩 听说老妇人生过十二个小孩 才能做出具有爱的娃娃 我则以亲吻里向她表达了我的记录 随后我拿来娃娃开始举行进化仪式 只见我发动一道空间魔法 从空间门中取出一盏圣碑 并且手持圣碑念叨 这片富饶土地的母亲 我把地球上的丰收娃娃献给 话音刚落圣碑上便出现一道圣光 在太阳的照耀下 圣碑中更是源源不断地涌出圣水 并且朝着丰收娃娃汇聚而去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娃娃被固于生命一般站了起来 而她则是生命与富饶之神 德梅拉 众人四处捉昆虫 竟是为了拿来办法 只因他们个个都是红蓝棒 在此之前 我恭敬地向德梅拉祈求祝福 祈求她治愈并净化这片土地 却蕴含着她的神力 当其滴落在干枯的地面上时 一种强大的祝福之力便从天而降 原先看起来死气沉沉的水 如今却金光闪闪换发生机 不仅如此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得到了女神的祝福 看着长得更加茂盛的水道 李永万的脸色却愈发难看 扬言这只是通过魔力种植出来 这样的水道具有能速度 多么无知可笑的地球人 被神祝福的水道怎么可能有 我警告她不要再出言诋毁伟大的女神 尽管如此李永万却还不死心 再这样下去 她的计划就要泡汤了 她至今还不相信真的有神的存在 所以她当即决定要证明水道的真解 便叫来一名凤凰工会成员 而她是具有鉴定能力的猎人 但是下一刻她却一脸吃惊 因为这真的是被女神祝福的大米 甚至可以用来治愈三级疾病 难以置信 因为只有相当于癌症的疾病 才算得上三级 闻言众人满脸欢喜 金正珠为了验证大米的作用 立即起锅烧水煮饭 吃下一口米饭后立即察觉到意 因为大米甚至具有八小时的红蓝瓣 要知道三十万亿瓶的强化剂 才有这个效果 这是韩海莉着急地跑了过来 她当当不小心吃到了一只米虫 然而她却因此获得了一个速度瓣 此时金正珠才肯定地球上的生物得到了祝福 于是派出众人在稻田抓起昆虫来 这可都是现成的免费瓣 另一边的我正在向德梅拉告别 只见她将手轻轻放在我的头上 她已经为我种下了祝福 如今地球上的生物已经成为了我的盟友 随即失去附身的娃娃便倒了下去 而接下来便是要清理地下城了 见此工会成员也着急起来了 李永万更是强忍着怒火 她的计划全被我给搅和了 然而当她看清进入地下城的人员 却是出乎她的意料 随后表示已经不用担心了 因为凤凰工会早就将地下城洗劫一口了 现在里面只有一堆杀不死的魔物 而她断定我的能力是祝福 甚至打赌我肯定是没有战斗能力的 所以仅凭韩海莉一名急猎人 我们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地下城了 话令一转地下城内 金震珠充当坦克在前方开路 而我则气定神闲地跟在队伍后面 一路上他们虽然干掉了不少魔物 但我很奇怪魔物越来越多 这是因为只要遇到骷髅僵尸之类的特殊魔物 除非打败Boss不然他们会不断复活 韩海莉猜测Boss可能是控制骷髅的死灵法式 这时却出现任务警告 要求需要在三小时内击败Boss杜拉罕 否则全员强制死亡 随即众人便感受到了体内的死亡阻挡 金震珠怒骂李永万没有提醒他们 下一刻却听到前方传来一声号令 Boss正指挥着骷髅大军朝我们发起进攻 原先被击败的骷髅也因此复活了过来 眼见骷髅大军已步步逼近 众人马上以金震珠为首摆出作战队形 而那位身气站满了暴 则是不死骑士杜拉罕 沙巴无数的亡灵骑士 却突然跪拜且臣服于我 只因我能够给他带来救赎 结束他被诅咒且罪恶的一生 在不久前 面对浩浩荡荡的骷髅大军 一人发现其中有三十名弓箭手和两名法师 于是金震珠指挥他们优先解决远程骷髅兵 而有盾牌的人则跟着他阻挡进攻 虽然骷髅比他想象的强大 但B级坦克的他还是能够应免 下一刻却顿杆明亮 那两名骷髅法师竟会使用高级魔法 金震珠顿时朝着他们大喊一声 以此来吸引法师的注意 法师则以一发魔法给予回忆 看似没什么杀伤力 实际上确实如此 金震珠只是感觉有点刺头 怎料烟雾散去时杜拉罕便已出现在他面前 紧接着杜拉罕猛的一记横体 金震珠便被他击飞暴射而去 强大的冲击令他一时间失去了意识 不如其来的变故令韩海力慌了神 而在队友的提醒下 他立即让后援部队去救金震珠 可是他们面对杜拉罕也毫无招架之力 见此韩海力向我求救 毕竟我是能够打败大魔王的失心王 怎料我沉思片刻后 觉得以我高贵的身份 对付这群低贱的骷髅们实在是太掉价了 反问韩海力他是在侮辱我吗 他完全揣摩不透我的脑回路 既然如此他只能靠自己了 而我则好奇这些亡灵是怎么移动的 另一边韩海力让众人掩护他 只见他一个剑步突起 射人先射马 擎贼先擎王 他踩着一只骷髅兵 随即纵身而上 顶刻间迅猛一剑便斩向杜拉罕 然而却被他的巨剑轻松挡住了 韩海力原本打算将他引向无人之处 但下一刻杜拉罕的头却突然靠近 他居然会用头挡住韩海力的事情 而他的拳头已然蓄势待发 随即韩海力宛如炮弹一样被打了下去 所幸他此时还支撑得住 随后听到一阵马步声 杜拉罕骑着战马冲来 手中巨剑做事便要挥下 可下一秒他的身下却突然生起火焰 这是韩海力不敢随意使用的技术 只因他的爆炸范围实在是太大 看见战马受惊失去平衡 韩海力立即将火焰之力附着在剑上 对着杜拉罕骤骤然挥砍了去 尽管如此他的攻击还是被挡住 杜拉罕的巨剑无往不利 仅是被他留下一道痕迹 见此韩海力还想着拉开室内 杜拉罕的巨剑已经落下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凉凉时 杜拉罕却突然停住了 不合时宜的掌声响起 只见我在为之前的高傲道歉 杜拉罕精湛的剑术证明了 他曾经是一名高贵的骑士 所以我失心王 决定给予他挑战自己的权力 因此没有必要让更多的士兵受伤了 我提出我们两位高贵的骑士 用决斗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斗 文言不仅韩海力和金镇主 就连骷髅小兵都一脸错误 跟Boss决斗这种事情简直闻所未闻 更匪夷所思的是Boss居然还答应 随后骷髅们向后退去 为我们流出一片决斗场地 我心神一动 便召唤出曾经的圣剑 韩海力提醒我除非砍掉杜拉罕的头 不然他是不会死的 但我根本就不在乎 其世间的决斗只是为了彼此的荣誉 当我们各自准备就绪之后 杜拉罕率先发起进攻 我则单手持剑副手而立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碰撞声 我原地不动之手便挡住了巨剑 随即警示扭转圣剑 杜拉罕的巨剑便被我卸下砸在地上 我提剑指着他 轻描淡写地说到一声 话音刚落他便猛地站起身来 双手持剑暗暗蓄力 巨剑骤咒然挥出一道完美的呼 雷霆半月斩 韩海力剑撞大喊着让我快点躲开 但在我看来 杜拉罕的脚步太轻了 下一刻进攻的杜拉罕 反而轰然砸倒在地 众人直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韩海力止不住惊叹我的剑术 简直登风造极 因为在剑刃接触的刹刘 我便运用举轻弱重的剑术 让杜拉罕失去了平衡 而我则又一次战胜了杜拉罕 失心王的强大展现的淋漓尽致 不服输的杜拉罕又是一剑袭来 我反手便将其挑戴 而经过三次挫败的他 却被我的骑士精神感动 甚至不屑使用他的亡灵魔法 作为一名骑士 他要以骑士的方式站到最后 而在与我不断地对练下 我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杜拉罕的剑术在精进 下一刻我便将他的剑剑挑飞 随机沉重地插入地面 我询问他难道想起生前的记忆了吗 确实如此 我让他想起了曾经作为骑士的荣誉 当我询问他还要不要继续使 他却转头命令骷髅取来头颅 随后居然开始唱我 成为亡灵骑士后 他不知犯下了多少杀戮 而为了结束自己被诅咒且罪恶的一生 他亲手向我献上了自己的头颅 于是我将手放在他的头上 我将为他进行祈祷 女神将指引他的灵魂找到归宿 我希望能够在众神之殿再与他相遇 在一道强烈圣光的照耀下 杜拉罕的头渐渐消散 并且显露出生前的模样 画面一转 众人已经清理完地下城返回了 虽然他们不明白当时的圣光是什么 但相信那一定是属于神的力量 而我一开始没有使用圣光的原因 便是为了杜拉罕能够获得贵族歧视应得的荣誉 随后不理会众人 我便要去查看战利品 那便是杜拉罕的魔盒 然而我却越看越讨厌 下一刻并然将其击碎 而魔盒已然变成一颗废屎 只见我妖娆的将腿收了回来 而目睹这一切的众人却惊讶到释话 我满脸嫌弃 留下这种垃圾只会造成混乱 大财阀向骑士王抛出橄榄枝 反而遭到他的无情敌伙 只因在他眼里伤人始终是下九流的存在 在我回归地球的第四天 寒海力脸色肉眼可见的疲惫 难以想象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开始 攻略地下城之后的我拒绝向H国纳税 哪怕是用魔石代替也不行 只因那税是平民该做的事情 之后我又建立了神教把农民收为信物 并且要求他们把收入的九层作为捐款 这是要把他们的棺材板都榨干不成 但我却表示我会负责他们所有的衣食住行 寒海力随即拿出大米的鉴定价格 难以置信每代八十公斤的大米 居然高达一五千万海米 这简直稳赚不赔啊 农民见此纷纷加入神教 但最折磨寒海力的 还是我对住宿的要求 我不仅要求住在宫殿 还要有侍女服侍 但她如今只能委屈我 暂时住在童童后 而我知道她将房间安置上装饰品 并且不断地哀求下开等大修 而忙活到大半夜的她 第二天又要作为侍女服侍 只见我品着红酒悠闲的做等的早餐 这就是老板和打工人的区别吧 眼见我的饭菜这般丰盛 寒海力心想也要买个三明治犒劳自己 这时我命令她坐下 她顿时浮想联翩 以为我邀请她一起用餐 怎料当她坐在座位上满脸期待之时 我却严肃地质问她在干什么 因为我只是让她帮我处理一下排骨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国王 会跟平民同桌用膳 在那之后猎人协会的补助资金也到了 并且为我安排了一座高档的住所 寒海力问及如何处理之前的战利品 我则命令她自行处理 我只喜欢披风 其他的东西无所谓 而眼前这座高楼便是我以后的住所 寒海力介绍楼顶还有专门的直升机机场 刚进门便遇上一人叫住我 寒海力心生疑惑 今天的转移可是机密 而眼前这人则是斗政集团理事条中餐 斗政集团是H国内三大开发集团之一 这次相遇绝不是巧合 显然此人是有备而来的 她已然打听到我是刚回归的幸存者 热情的伸手跟我打招呼 然而我却一脸阴沉 这是什么身份 下酒流的商人也配跟国王握手 回到房间后寒海力还不清楚苦中餐的目的 惊讶手眼通天的他们居然能获得幸存者的情报 幸好我直接无视了普中餐 固然韩海力还不知如何应对他 只提我说到商人都是建立形势之人 他们已经敛锐地发现到一个巨大的商机 而商机正是那天被祝福的到了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防备 一名狗仔偷偷录下了所有的过程 尽管事后猎人协会要求他将影片删除 但那人还是留了一手并且上传到了网上 画面一转 普中餐也在观看狗仔的影片 由于我的狂妄和敌伙 我已经被他记恨在心 而大米的效果已经通过实验得到验证 助理为了严谨还到当地进行了考察 发现无论是生命垂危的病人 还是拥有慢性炎症 遗眼 甚至是疑难杂症的人都能被大米治愈 文言条中餐不由地露出欣喜的笑容 但我高人一等的态度却让他难以跟我进行 在助理的劝说下 条中餐才说服自己会再安排机会跟我见面 飞机猛地拍桌起身 录视那些幸存者们虽然一个个高高在上 但他们落后的观念却那么无致 中餐是必要让我见识一下 何为权势滔天的大财法 骑士王回归地球后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便是取缔如今的三大宗教 尽管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庞大的信徒 却不具备神力去拯救受苦的人类 唯有一世界的神才是真神 所以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很有名 并且需要通过传教让更多的人信奉新神 其次 需要建立一个可以使用神力的圣殿骑士团 如果圣碑的守护者十心王被认为是败神 那么圣殿骑士团就是圣祖 被众神授予神力的骑士将成为铲除魔物的猎人 最终 当神教崛起 圣殿骑士团复兴的那天 便是世间所有邪恶覆灭之时 虽然想要重铸圣骑士的荣光困难重铸 但只要我履行骑士王的侄子 那一天便指日可待 这时韩海力恭敬的通知物 有人通过了猎人协会的申请 想要与我进行一场正式的面谈 在我同意之后 几名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进来 为首一人正是斗政集团的理事朴忠灿 面对他的问候我却充而不稳 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打量着他 尽管不爽的朴忠灿心里已经骂开了花 但为了做成生意他还是强颜欢笑 并且表示为我准备了一份宝贵的礼物 朴忠灿很自信我绝对会被礼物惊讶到 心想我这个香巴佬肯定没有见识过这种宝物 当我见识过后可能还会求着跟他合作 我则不以为然地说道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那么我就收下了 朴忠灿强忍着破口大骂的冲动 我高傲的态度 似乎收下礼物法是他的荣幸 而在朴忠灿的请求下 我则让韩海力去将箱子打开 只见他很好奇地走过去 手指刚触碰到箱子时 箱子便自动打开并且释放出一股寒气 箱子内的东西顿时将韩海力吸引 而这正是朴忠灿想要看见的表情 随即介绍这些都是采用万年寒铁 并且高价聘请铁匠大师锻造的抵击兵器 在韩海力难以置信的目光下 条忠灿得意地让我随意挑选一件作为礼物 扬言装备上武器之后的我肯定如虎添翼 韩海力惊呼 这么宝贵的东西拿出来送我 不要命啊 此料我就很嫌弃 所以你大费周章只是为了把这些垃圾摆在我面前吗 文言两人一脸错误 这可是有价无事的顶级兵器啊 然而没有经过星光运阳以及神明祝福的剑 在我眼里跟屠夫的杀猪刀没两样 不理解的朴忠灿冷汗之流 难不成断剑还需要经过神父的祈祷 听见我的质疑 土中灿荒芒解释这些兵器具有的种种神威 然而在我眼里 他就是个为了将商品卖出去而极力推销的商人 所以为了让他心服口服 我召唤出圣剑便要证明他们确实是垃圾 见识到我的取剑手段后条忠灿破感意外 但看见那只是一把破剑却放心了 他倒要看看我的圣剑有什么能耐 随即麻烦韩海力在箱子里选一把剑 并且让他上手感受后测试一下 见我并没有拒绝朴中灿的意思 韩海力便心领神会 经过一番挑选后 他选择了一把阳气缠绕的剑 这是工匠大师朴振哲的杰作黎明 韩海力感受到剑浓厚的力量 据说他曾在一处地下城内吸收了十天的太阳能量 我不懈地催促道 一把玩具而已有必要大惊小怪吗 随后伸出圣剑示意韩海力用力砍下 他提醒我要小心了 之后将火焰之力附着在剑上 实际韩海力手握着烈焰长剑蓄势待发 下一刻便使出全身的气力砍下 紧接着长剑竟突然断裂开 没想到平平无奇的圣剑却异常坚韧 我淡定地将圣剑收了回去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真是浪费时间 随后让条中灿长话总说 因为我只能给他三分钟的时间 文言被震惊的他回过审案 最终直截了当地表示 他想要祝福大米的专利 不等我发出质疑 条中灿立即表示 愿意支付数千亿的巨额费 然而只凭能够治愈癌症 祝福大米真正的价值都远不如此 但他断定无知的 我不可能意识到这个 随后急不可耐地表示 可以马上签署 甚至还可以帮我把价格再打上去 文言我骂道 真是愚蠢的商人 下一刻我宛如一头 压迫给十足的巡视 以亵渎之人可是失心王 打遍一世界无敌手的失心王 回归地球后却伴诸吃牢 在此之前 我怒斥普中灿只是个 卑贱的商人 怎么敢亵渎神明的 而被威慑的众人 顿时感觉难以呼吸 普中灿更是看到了 死神在向他招手 神明的他在我面前 反而是一头带子的羔羊 只见我厌恶地 让他陈述自己的罪物 虽然他已经全身颤抖的 跪倒在地 却还是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挥手撤去威亚后 对他这般愚昧不堪 很是无语 于是解释到大米是 从德梅拉祝福的土地上升开 只有那些辛勤耕耘的农民们 才能享受到神的祝福 因为这是对他们感恩之心 和信仰的恩赐 纵然是所谓富可敌国的大财产 也休想占有神的祝福大名 更何况你们还是一群 不信仰神明的贱民 被我训斥的 普中灿后草牙都快咬碎 却始终感怒不感言 在我将普中灿一行人赶走之后 韩海利担心我会遭到他们的暴露 然而我不以为意 随即询问他 我交代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韩海利回答猎人协会 以及安排 她一脸期待地以为 我要参加协会的能力测试 然而除了神明 我是新王又何须再向他人 证明我的实力 韩海利一头雾水 疑惑我预约测试的目的何在 那便是为了挑选出 协会中能够成为骑士的猎人 左右为难的韩海利 解释这不符合规定 但我可不管 让他马上给我安排车辆 画面一转 猎人协会内 地级猎人巨大城 又一次来进行评级测试 心想就算他再没有才能 这一次也该晋升C级了吧 老乡时的大叔 劝说他加入采决族 虽然不如攻略地下城来钱多 但胜在安全且收入稳定 而为了养家糊口的巨大城 则决定要再尝试一次 这时大叔看着前方一人 很是惊讶 只见我金发碧眼一副 欧洲贵公子的舞 两人被我身上高贵的气质吸引 随后大叔主动跟我打招呼 并且撇脚地说着 你好 猴女 文言我一脸嫌弃 别随便跟我搭话见谜 始料未及的大叔瞬间实话 带我走远后 巨大城说道 这个外国人的韩语 那叫一个地道啊 不曾想还是被我听到 而我们两人只是对视了一眼 巨大城的身体 变止不住地颤抖 与此同时脸色变得惨白 我不经意散发的气势 便压得他喘过气来 就在这时一名检测员出现 公知巨大城可以进行测试了 而不起眼的 他已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纵然他如今还是个弱者 却还是有加入圣旗士团的潜力 而我环顾四周后 却再也没能找到有资格 随后来到了 为我专门准备的测试房间 三名检测员早已等候我多时 可是他们直呼我的权 令我很是不满 所以我命令他们抽雇我为陛下 无可奈何的 他们让我将手放在眼前的仪器上 而我看着这个 没有一丝神力的仪器 怒喝这种玩具 怎么可能测得出我的实力 更何况我压根不是来进行测试的 我很不耐烦 不想跟这群无知的人浪费时间 在得知下一个考验 是在地下城进行实力测试后 我便要求他们带我 混入测试的人员中 画面一转 这里是专门用来测试 猎人的低级地下城 由于实力测试是最关键的考验 所以巨大城更是十分重视 可是他的队友们实在是不给 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队伍中有两名菜养 而另一名年过花甲的老人 顶多也只有地级猎人士 这时警觉的他感受到 一股若有若无的气势 而戴着墨镜的我刚走进地下城 便被他发现 但他只希望我能顾脱他的厚度 与此同时 我则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 看似手无腹肌之力的老爷 实际上却是一代拳法大师 在此之前 为了作战顺利 众人开始分配位置 巨大城随即表示他是一名战士 成为猎人已有十年之久 而申太勋则是刚刚觉醒的新手猎人 擅长使用盾牌和长矛 他的妹妹深了眼也一样 擅长的则是短剑和长弓 文言巨大城脸色颇为难看 因为两人连自己的定位都不清楚 虽然他们有经历过培训 但还是第一次进入地下城 而这位其貌不扬的老人家 是刚光荣退休的公司职员 尽管他已经觉醒五年了 但他一把年纪怕是连拳头都挥不动了 最后众人把目光看向我这位外国友 我沉思片刻之后 只是莫名其妙地说一句 杀鸡烟用牛刀 不明所以的巨大城则错愕地看中 在那之后 检测员告知此行的考验是猎杀武士头诺 是一种十分凶残且不容小觑的怪 尽管检测员表示会在危机关头保护他们 但为了他们自己信任 他们需要提起万分的精神 而在此前 众人才注意到我并没有携带武器 善良的深了言健壮便要将长弓借给我 我拿起长弓端向一番后 一脸嫌弃地将其牢牢地攥在手里 随机猛地将长弓砸在地上 因为高贵的骑士不会使用卑劣的低级武器 而我又刷新了巨大城对我的认知 他不由地担心起来 今年的考验还能不能通过 为此 他决定由他带领众人前去猎杀诺尔 大家也同意 毕竟巨大城的经验最为丰富 这时申太迅疑惑为何不去村落那边 那里应该有很多诺尔 然而由于他们人数叫什么 一旦在村落中被诺尔包围 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 之后巨大城在一处洞口燃起了浓烟 为的就是将洞穴中的诺尔逼出来猎杀 而面对两人的称赞 巨大城却并不认为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因为地级猎人的他为了哭 已经研究过所有的攻略方法 如果这次再不能进射 那么他永远都只能是地级了 这时申太迅冷汗直流地看着前方 一群诺尔已经朝着他们围了过来 面对狂奔而来的诺尔 冷静的巨大城让申太迅手持盾牌打在前方 下一刻一头恶霸张开大头眼 却硬生生地撞击在盾牌上 其余人也三下两托二地解决了另外几头 而出战告劫的申太迅不禁飘飘燃起 随后申乐言立即大喊着让他躲开 因为一头诺尔正以迅雷之势朝他扑杀而来 眼见申太迅被扑倒在地上 巨大城马上便反应过来 手起刀落便将那头诺尔猎杀 看着险遭毒手的申太迅 巨大城让他不要掉以轻心 尽管他们的战斗力很弱 奔跑的速度却很快 另一边 两头诺尔同时被击飞了出去 每一只都是被暴头而亡的 平平无奇的老爷子开始大展神威了 巨大城见状难得露出欣喜的笑容 而处理完这些诺尔 他们马上就能达到考验的要求了 申太迅为自己的得意忘形向巨大城道歉 而他则安慰到还是新手的他们 能做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不错了 除了一位一直袖手旁观的人 那便是我这位自视甚高的外国佬 所以他们纷纷质问我 为什么战斗的时候我是另一位 不能暴露我身份的检测员表示 会将我的表现耐入到考核中 文言不爽的众人还不再跟我递脚 画面一转 一行人带着稻草来到了地下城深处 前方又出现了一处洞口 他们打算顾忌重施将诺尔熏出来 就在巨大城准备点火之时 我却出言制止了他 这绝对不是最好的方法 巨大城回应他已经有过三次成功的经验 但那种浅薄的经验完全靠不住 然而他完全不相信我这个矛头小 一把火便将稻草引了 而其余人立即严阵以待 一群诺尔随即从洞口跑了出来 深了严拉满长弓先发制敌 而没有远程武器的老爷子和巨大城 也能凭借石子击杀诺尔 见他们在强大的攻势下溃不成军 巨大城愈发肯定自己决策的可行性 然而就在他准备一捕做气大杀四方时 却听到令他毛骨悚然的哭泣声 只见一头体型硕大的诺尔出现在树上 而他正是地下城的宝 一级的诺尔王 听见他发生圣人的咆哮声 巨大城直呼 无命休矣 两大工会全军出击 竟是为了一头平平无奇的机器人 在此之前 诺尔王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咆哮声 就像有魔力一样 首当其冲的巨大城被威慑住 好在深了严及时将他唤醒 反应过来的巨大城迅速安排战术 深了严和老爷子负责解决小怪 而他和申太勋则去对付诺尔王 这也是顾及到队伍中有两能心声 然而尽管如此 巨大城还是希望申太勋能多坚持一会 但是在诺尔王射人心扩的怒吼之下 申太勋瞬间散失了战斗的勇气 巨大城大喊着让他打起精神 而诺尔王已经挥舞着大刀砍来 纵然申太勋侥幸挡下 但他的盾牌却被打飞了 失去依靠的他害怕的浑身颤抖固执 然而尽管到了这个时候 检测员还是没有出手的打算 难不成他要眼睁睁地探着 申太勋死一来诺尔王的身心 现此巨大城再也不能坐以待毙 在诺尔王一斧子落下之时 巨大城及时地挡下了这一击 但是诺尔王强大的力量 直接压迫他跪动 紧接着又是一刀坐视砍下 虽然巨大城已然将盾牌护在胸前 但还有强烈的预感 这一次他是万万挡不下了 危机时刻 两根手指轻描淡写地将大刀夹住 原来是逼王出手 但我此时却不急着打败诺尔王 而是命令巨大城迅速调整好状态 因为接下来我要让他挡下诺尔王的攻击 随后不理会一脸错愕的巨大城 我推到了一旁 而在我眼里诺尔王只是练兵的工具人 怎料巨大城还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我顿时怒声呵斥他 能够接受尸心王的指导就感恩戴等了 别人就算是祖坟冒清烟都没有你这种待遇 巨大城感觉好委屈 他明明也没有做错什么 但我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便尝试朝诺尔王靠近 怎料诺尔王完全将他无视 比起巨大城 我对他显然更具有威胁 只见我立即眼神凶狠地盯着他 给我老实点你这只疯狗 像是遇到天敌一般 诺尔王怯懦地发出音音音的叫声 过不得已的他这才把巨大城当成目标 随即带着怨气的一刀砍在了他的盾牌上 而巨大城感受到盾牌差点就要脱飞了出去 看不下去的我指点他不要一味地放手 面对实力更加强大的对手更应该找准机会 但巨大城只是忙于防守 即便我已经这么说了 他也完全不能领会我的意思 而我见他回头却是一脚踢在他的腿上 诺尔王的一击真好挥空 我鼓励巨大城 不要埋没了你的才能 你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文言巨大城却是难以置信 因为万年地级猎人的他连一个特殊技能都没有 而且我更不可能警听一句话 就能让巨大城拥有才能 但我的话还是给了巨大城自信 他死死看着诺尔王的一举一对 事到如今他只能相信自己可以做的 紧接着诺尔王便提刀砍来 巨大城见状怒喊着赢了赏去 下一刻巨大城凭借巧利挡下了大刀 在短暂的迟疑之后 他满心欢喜地庆祝自己成功了 不曾想诺尔王随即一拳落在他的脸上 硬生生接下这拳后 巨大城已经无力地扑倒在地 看来他想要成为骑士还差得远 而且不出意外 巨大城今年的等级鉴定还是定级 画面一短猎人协会 检察员摘下伪装面具 而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会者胡江河 怎料我早就发现了他的伪装 经过我亲自的检测 发现进行等级鉴定的猎人之中 也只有巨大城达到了兵长候补的手 随后让会长大了放心 因为我并没有要去其他国家的想法 而我展示出的实力已经得到会长的任务 在此之前 在诺尔王将具大城羁绊后 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肮脏的生物靠近我 随即使用一纸缠便轻松地将诺尔王击杀 会长称赞C级的魔物在我的面前就像玩具 我也毫不谦虚 对付那种砸碎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随后会长表示 如果我想创办公会的话 猎人协会也会给予帮助 以他们的能量可以迅速帮助我扩张势力 而会长则希望我可以帮助协会攻略一个红色地下场 在之前的一年时间里 还没有猎人能够将那里清楚 而那里的boss是一台守护着智慧保育的机器人 亚克特斯皮纳 此前有一支攻略队伍进入到地下场 庞大的地下城宛如一座未来工业城市 但是连幻想和武侠世界都曾出现在地下城里 这种赛博朋克风的未来世界也不足为奇 随后一行人开始讨论起作战界 并且决定先到一处高楼上进行观察 在那之后 观察许久的副队长浩月却连一只魔物都没发现 然而就在队长韩秀提醒众人还要保持警惕之时 一道激光突然将他抱头击杀 浩月被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 而队友立即提醒大家小心楼外 只见楼外出现的赫然是机器人爆 而他随即摆出机枪 惊慌失措地朝屋内跑去 考虑到危机坦克的韩秀都被悄无声息地射杀 而他们甚至连敌人的样子都没看清 于是浩月当机立断让众人马上进行撤离 而在火力的轰炸下 他们感受建筑物马上就要倒塌了 所以弓箭守惠力一个加速步槽猛跑出去 察觉没有危险后立即让众人跟上 怎料当他跑出去之后 却一脸惊恐地停住了脚步 而他的脖子上已然出现一条细细的红线 紧接着他便感觉到脖子出痒痒的 下一刻惠力便在浩月面前化成一块块血肉 接连的冲击让他濒临崩溃 而整座城市在不知不觉中布满了红线 见此浩月立即拔出腰间的长剑 随机注入魔力朝着红线砍去 在他们忙于清理之时 暗中的Boss已然将他们锁定 随机甩出一道蓝色光线 当浩月察觉蓝线靠近之时 这场里的爆炸突然爆发 除了浩月 在场其余人都已经被炸死了 彻底崩溃的浩月朝着四周不断呐喊着 而Boss终于在他的面前露出真实面目 浩月难以置信一只机器人竟让他们全军覆没 殊不知他是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机器人 他的主人在制造他之时 便考虑到弹药总会有用完的时候 于是便给他装备上了锋利无比的男性 只为了将所有的入侵者全部整杀 因为他诞生的使命就是为了守护这座城市 画面一转 又一群猎人来到了这里 而他们分别是来自十大工会之二的摩塔和黄金狮子 黄金狮子的正副会长 S级黄金哲和吉黄燃夏 以及摩塔尊S级的吉太成 两大工会一共出动百来人 与他们不同 猎人协会却只出动了两人 负责倒茶的喊喊业 和最心于喝茶的狮心王 一个小小的机器人罢了 不耽误我喝茶的功夫 男人是从异世界回归的狮心王 当别人在与怪物殊死搏斗之时 他却生气白马闯入到战场中 就在刚刚地下城的城市外 猎人们正在为攻略做准备 而我和韩海利已然加入其中 有私心的他其实并不希望我参加了 但是这样就没有机会宣传我的威名 我其实也很认可韩海利的话 对于国家而言 国王是一名领导者 而我作为率领骑士的骑士王也是如此 聪慧的韩海利一点最痛 他马上就明白 我每次都只会在危急时刻才会出手 因为失心的职责就是 成为最后的堡垒 如果凡事都要骑士王出手 这对于骑士们反而是一种侮辱 同时也意味着事态的严重性 但是你们这群猎人们令人寒心又忍和 所以这次也只能辛苦我来带领你们 韩海利表示这次可是有两大案即作证 虽然我也认可他们比不仁要强 但是他们终究还是太年轻 因为那些家伙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战争 自称攻略队的 他们连怪物的行动模式都不知道 更不用想他们会因此安排什么样的战事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我看来 那个机器人其实就是个十足的战斗狂 话音刚落 隐蔽遭到了连环轰炸 高楼上则出现了亚克的身影 他会将城市的入侵者全部删除 只因这是他的主人临终前最后的指令 反应过来的猎人们马上进行隐蔽 但是在亚克的扫描之下 他们的身影完全暴露在视野之中 他的机械臂已然充能完毕 紧接着迅猛的雷击炮爆射而去 伴随着一刀爆炸的攻击声 躲藏在一处的猎人们皆已身亡 其余人惊讶着该死的机器人 简直恐怖如斯 这时黄金哲手持锯锤出现 凭借一身伟力砸向亚克 这一击直接导致亚克的关节处受死 但黄金哲则被他选为了第一攻击对象 而黄金哲全然不惧 因为此时此刻 黄然下已然出现在亚克的背后 是一拳强大的威力 直接将亚克从高楼砸向地面 受此一击 他似乎出现故障般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没有反应的时间 亚克又遭受到魔法轰炸 吉泰成已经觉得胜券在握 殊不知亚克还有预备隐藏能力 他随即又启动了城市的标记系 城市内的摄像头纷纷对准猎人们 并且把吉泰成作为优先铲除队形 下一秒亚克动身一跳远一阵 但是头顶的机枪则对准他们 面对亚克的狂轰滥炸 猎人们躲避不及 见此吉泰成立即让众人靠近他 一道魔法屏障随即展开 而机甲弹被屏障弹开后 却威力不减地在外面盘旋 亚克对着魔法屏障展开分析 马上便发现有三个薄弱之处 下一刻一名猎人瞬间被其击杀 吉泰成难以置信自己的杀手锦 这么轻易被破解 此时的众人在亚克眼里就是火把 所以吉泰成便要解开屏障 让众人迅速逃离 然而在那之后 黄金哲却发现了异常 他随即喝声道 都给我停下 因为他们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白线包吻了 此时的他们宛如带胆的羔羊 而亚克则向一头准备捕食的巨竹 在他的操纵下 四周的线朝着猎人们靠领 而本想保护众人的吉泰成 反而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就在亚克的雷电炮蓄势待发之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地下城中居然闯进来一头白脑 而且轻而易举便将白线给咬断 只见我出现在骑身旁 好久不见了 我的老朋友 随后不理会众人我坐上了那匹白马 并且对着亚克喊道 听好了战士 我很欣赏你有跟狮心王一样的勇猛 面对维杀却能单枪提马以一提多 所以我决定授予你跟我决斗的资格 文言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人难不成是个傻子吧